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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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就是 點了一個 十寸的芝心 芝心 超級至尊披薩 然後分了兩塊給室友 然後這邊是 兩個粽子 一個是豆沙餡的 一個是蛋黃肉粽 因為端午節快到了嘛 然後就印一下筋 然後這邊是我上次說要喝的那個 它這邊寫著大杯 一眼看成大泡 雙翔泡 現在吃一個蛋黃肉粽 兩塊 一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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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 很棒 這就是長的 很濃 吃不舒服 我應該有很多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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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粉 吧 它们家今天这个蛋黄肉粽就是蛋黄挺大个的一整颗嘛刚才 然后那个肉它就是挺少的也没有肥肉 它平时它就是那个肥肉比较多的 对焦了 气死我了老是不对焦 妈妈怕我之前发生大的声音 这个时候谢谢你走了 你还没吃啊我在吃啊 没关系啊 这个 咦老包你现在在吃吗 嗯 没有没有很大声音啊 没有 你声音老包是声音比较小的 你会报个声音稍微大一点 嗯 我吃了吗 嗯 我吃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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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毕生客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铁盘 因为铁盘的那个比较厚实 你们最喜欢哪一种的 这上面 其实我是第一次吃那个超级至尊披萨 它上面有香菇有肉有菠萝有青椒 的 红椒 嗯 好的 鸡蛋 不得了 很少吃 有些肉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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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披萨的话 我们那边华伦万家那个超市里面 那个走筷子的那种小的披萨也很好吃的 虽然好像没什么知识 但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很大的时候学车 早上很早起来嘛 然后就是前一天买了那个披萨 然后到一天早上吃 就是洋葱味太浓了 我之前学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第二天要去考科二了 然后前一天去吃了那个自助 然后全身上下都是火锅味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循规导致的人 然后就是平时练车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还要穿什么鞋子 就是去考试的时候我也要那样穿 我就是适应能力很差 所以我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法 然后我就不想换那一身衣服 然后第二天喷了超级多香水吃了 然后可能要心思就要关了 我说错了是烤科三 然后那次没烤过 我那次抽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一样 就是 就好像也不一样吧 我跟我们室友考试那种都不一样 我们客餐就是在居民区那边练的 然后就是平时那种路上练的 然后我刚我抽到第一个刚开出去 就没开大概开了十米 然后然后就没过 超尴尬的 嗯很慢的 嗯很慢的 嗯很快 嗯很快 嗯 嗯 好 沒有留下 我只吃过一次白香锅 就是以前高一的时候 去厦门的时候 吃了白香锅 它已经到了 它已经到了 那一次去厦门 是我第一次坐动车 然后那一年夏天 不是刚好发生了 那个温州那个动车事故 723那个事故 然后我们那个动车 就在路上 就是停了两三次 我们那个车厢 就有人跳下去了 然后再 懂吗 所以大家还蛮恐慌的 每一次停在那边的时候 吃这个豆沙 你最喜欢吃什么 现在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蛋黄肉粽 我最喜欢吃蛋黄肉粽 然后一杯那个炼鲁 因为它那个牛奶 老爸说它是就是炼鲁霍水 霍起来 然后我都叫它炼鲁 我跟你说 这两个量搭配起来很润长 你吃下去之后 你就要上厕所了 主要是它那个 他们家那个粽子比较油 但是肉都是肥尔普尼的 我还蛮喜欢的 我吃过 除了学校里面的粽子 我以前吃的都是我奶奶和我外婆做的 我外婆她做的就只有两种粽 一是那个蜜枣粽 还有就是那个 我之前吃过那个卤肉粽 然后我奶奶做的是那个蜜枣粽 和那个就是吃豆粽 我奶奶就是做这些 不是特别在行吧 然后她那个蜜枣 她做的粽子超级大一个 要那么大一个 然后她蜜枣就那么小一个在旁边 然后除了蜜枣这一圈有炎味道 旁边全部都是白粽的味道 真的是 然后她做的那个 那个豆粽嘛 吃豆粽 它好像要加番薯的 但是也是没有味道 然后过瘾的时候吃不了 就把它给压掉 当那个八宝饭吃 我外婆做的粽子比较好吃 好 之前就是有人私信过我说 想看我吃猪蹄 其实我小时候是真的很喜欢吃猪蹄的 但是后来有阴影了 就是我奶奶她做的那个猪蹄 它这上面太多毛了 然后黑黑的 就有点阴影了 以前那个猪蹄炖那个黄豆 真的超级好吃的 我奶奶做的那个鸭子也是一样的 就是感觉水沟里面出来了 她很喜欢放那些香料的什么 八角啊 八角桂皮 他们那个鸭子根本没有油水的味道 就只有那种香料的味道 我爸很咸吃他的 OK 原来天然很伤心 而且她现在很阳好 但是这个鸭子很大的 好像我拿着去 咸住 但是它现在很轻松了 就像超轻松的 出来 但是我家里又在坐 我来说 还有这是我以前很多很喜欢的东西 现在都不太喜欢吃了 一个就是那个憋 这是我以前初中的时候 就是有憋这道菜 我们初中和高中都是那种 已经给你就是 就是规定交多少钱 应该是早餐是五块钱还是十块钱 然后午餐是二十块钱还是二十五块钱 然后你就是开始的时候已经交好了 不是用自己饭卡买的吗 所以基本上固定几样菜 然后你自己挑 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很喜欢吃憋的人 尤其是那个憋的那个壳的那边 就是它肉这么很滑很滑 然后我们那边就是自己 那个农村流水 他们炒的就是挺爆炒的感觉 那个汁水都有点绵稠的很好吃的 以前那个吃洗澡的时候 一桌的憋的那个壳那边都是我解决的 后来因为初中的时候 我大概有四五次打菜的时候 打到了那个憋的那个头 你知不知道 吓人我后来就阴影了 我有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他们那个猪蹄烧的也很多毛的 我就不大喜欢 我们初中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 椒盐皮皮虾 真的超级好吃的 这次吃完之后 手上太油 用食杰金死了 还有那个咸咸的味道 很油腻的 最后一块吃 是不味道的 都很油腻的 没有 味道 这个咸咸就咸咸这肉 看起来 我会吃完 我觉得吃披萨不能够很专注 我一直都在发呆 上次老包跟我说 说我这几次上高音课都感觉蛮认真的都没有在玩手姿 然后一看我的课本全都是空白的 然后他就很欣慰 然后我都是在发呆 我真超喜欢发呆的 你就是这样子说的呀 你真的真的是逛逛逛 他今天上课的时候在课上 然后突然惊醒 然后突然动了一下 然后来看字了什么笔字 我就说醉了 我以为他在听课 结果他在发呆 他说不想看柔子 只是我不是一个爱玩手机的人 以前是这样 现在 真的有时候是没有事情做才去玩手机的 我觉得 昨天 昨天上那个什么课 我做完作业然后还上十几分钟 然后我就听 听歌 就自从上次 那个你们给我推荐了王一云之后 我现在都是用那个王一云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我也强行安理给室友 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虽然也只是一个听歌的软件 但是它就是不一样嘛 我觉得 它真的不一样 怎么说呢 它就是 我感觉别的软件里听的歌就是很狭隘 给我推荐的歌也都很 反正我是不喜欢的 我喜欢 一点都猜不中的 然后 现在听了王一云之后 我其实现在有点喜欢那种小语种的歌 而且我本来 不是挺 不是喜欢听那种很快节奏的那种歌 我喜欢听慢歌 听古风听的比较多 现在的话我就会想听那种小语种的歌 电影也挺喜欢的 古风的歌现在本来听的少了 还有不是都说他们评论区都是看过来听故事的吗 真的很奇怪 因为我现在晚上 都不怎么看小说了 以前晚上都看小说 现在演的什么说好看 然后就玩 玩这个听歌软件 这很神奇 为什么 因为一般以前听Q的音乐啊 或者是什么 就听歌好了 然后去干别的事情 我现在是盯着那个屏幕在听歌 还有我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古风音乐 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 就是文体诗的那个山鬼 那最近不是四名人也在播吗 然后差不多也端午了 然后就 以前我也听过 但是没什么印象 然后突然就想听一下 然后就听了 这首歌真的是 太好听了 因为我那天听了这首歌 后来他就是给我推荐了 那个歌单 就是 考生必备的那些古诗词 那个专辑 就是那个歌单还蛮不错的 什么枪劲酒啊 琵琶琶琶 都是按照那个原文唱出来的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你们可以去听一下 这首歌 好啦,吃完了 我听古风音乐是大概高二的时候开始 是被我同桌带路圈的听的第一 最开始听的就是老妖的歌 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老妖 那时候情诗啊 俯身威胁 其实因为我 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人知道 就是我以前学过古真嘛 然后就是小学历年级考完级之后 我就没有再学了 就基本上荒废的状态了已经 然后可能假设的时候 会在家里稍微弹一下 我现在唯一会弹的三首曲子 就是典玉丝 还有情诗 还有那个宇宙创晚 好了